大家好,现在是9月22号嘛 今天是杨振宁老师的百岁生日 我虽然受伤很严重嘛 但还是让朋友扶着让我坐下来 以表示对杨老师的尊敬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老师无疑是现在整个物理学界的泰山北斗 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 然后就肯定是杨振宁老师了 以前参加物理竞赛的时候 有幸见过杨老师一面 精神绝朔 口齿清晰 一点也不像九十多岁的人 顺便我还见过邱成童老师 不过邱成童老师他的塑料普通话 我是有点听不明白的 我周围那些理工科的精英们 大部分都是文理双修的 就像邱成童老师那样 数学题做累了就去看唐诗诵词 然后再去看司马迁的史迹嘛 所以说我也能写诗 关于杨振宁老师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梗 就叫哪里有爆炸 哪里就有杨振宁 这就是充分说明我们杨老师 他在理论方面非常优秀 但是在实验方面 简直就是非常的苦手 当然同样的故事 我也听过暴力盘培了 就是有一天 德国的一个实验室的仪器爆炸了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仪器质量也不错呀 我们所有的多案流程来的 怎么就爆炸了呢 后来才发现 好呀原来是暴力你这个老小子 坐火车路过这个小镇 杨老师这位泰山北斗 他最著名的理论 就是他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 它是麦克思维方程组的一种延伸 如果我们从数学的观点来讲 就是说描述电子学里面的 阿贝尔规判常论 到非阿贝尔规判常论的推广 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量子常论的一个理论基础了 是大统一路上的非常有利的工具 说起来对大统一理论做出 最有成效贡献的吗 因为我们现在物理学界分为一个凝聚态物理 还有一个高能物理 大部分的物理大佬都是高能物理那块的 但是能跨凝聚态物理和高能物理的 也就杨振宁和那个谁了 列夫郎道 列夫郎道是我哈贝尔的老师 我曾经还坐在列夫郎道的办公桌上 吃着甜甜圈 喝着那个牛肉丸子汤呢 列夫郎道 哈贝尔的老师 等会我们再讲列夫郎道 毕竟主角是杨振宁 杨振宁第一次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 就被炮利怼得很严 就是炮利又说 你这个理论会提出一个净职念为零的例子 对不对 他说对啊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这个例子在哪啊 都不知道 我找不到 然后就一直这样抬杠 杨振宁老师就觉得 炮利是不是故意怼自己啊 就生气了 就坐在那个台下观众席的第一排 就不说话了 爱上谁说 我生气了 然后杨振宁的老师 叫什么来着 就美国原子弹的哥们 奥文海默嘛 就说 哎呀你啊 上台嘛 把那个理论说完 然后 梁振宁上去 把这个理论说完了 其实也不是说 炮利这个人喜欢怼人 这个炮利这个人啊 他就是魂不定 他自己以前在研究的时候 他也提出过一个 净职量为零的例子 但是他觉得净职量为零的例子 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所以说就亲自把这个例子给划掉了 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观点是认为什么 质量这个东西啊 它并不是一个物体本来的性质 而是一个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就是说质量不是性质 而是行为 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 然后不是炮利 不是还有一个炮利不相容理论吗 他之前的时候提出炮利不相容的时候 也是觉得 哇靠 这个理论也太负一所思了吧 完全不想发论文 但是在他朋友的坚持之下 终于把论文发了 然后就勉勉强强拿一个罗门奖吧 我们再说一下狼道嘛 我们学校狼道 内文奖虽然没有狼道嘛 但是这是无上大雅的 但是人类如果失去狼道的话 确实在大统一 这个之路上就要等很久很久了 毕竟现在这个浮躁社会 很少人去静心去研究大统一理论了 说起狼道嘛 有一次苏联的科学院开会 当时有一个社会学家叫李森科 然后批驳摩尔根的基因论 就是宣扬他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获得性遗传理论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用退费劲 就是所谓的用退费劲 狼道就站起来就说 如果按用退费劲来说的话 我们拿一个牛 一直割他牛耳朵 割好几代以后 这个牛是不是就不长耳朵了呢 他说对啊 那刚见识呢 那狼道就问了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所有女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处女呢 对吧 当然这个获得性遗传理论嘛 现在是有些突破的 我记得在1988年的时候 一个叫做凯恩斯的 和那个经济学家凯恩斯一个名 他是生物分子学家 分子生物学家 他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弄了一些有缺陷的大肠杆菌 这肠大肠杆菌的话 他不能利用乳酸 然后把它每天一个放在培养名里面 每天一些放在培养名里面 列了二三百个培养名 到等了这些大肠杆菌都快饿死的时候 终于大肠杆菌突变了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乳酸了 而且是越早低的那群细菌 活得越开心 繁殖的越多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实验 做的是什么 他直接把细菌大肠杆菌的 一个利用乳酸的精英给敲掉了 然后他还预留了一个大肠杆菌的 可以利用乳酸的一个精英嘛 但是在那个精英上面加了一个碱基 你除非细菌自己把那个碱基敲掉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利用它 结果大肠杆菌还真的通过自己的手 把那个碱基给敲掉了 这其实就算是那个获得性 遗传理论的一个烂伤吧 我感觉 毕竟大肠杆菌非常复杂 好疼 我们继续说杨振宁老师 杨振宁老师除了之前提到理论 他在语尘不守 他还提出一个语尘不守恒 语尘不守恒的话 就是说宇宙的 之前的时候科学家都认为 空间繁衍对称性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说镜像肯定 上帝肯定创造一个绝对对称的一个事件 后来发现其实在微观粒子上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他在那个凝聚态物理里面 杨老师在凝聚态物理方面 也是做了非常重要的那个工作的 因为凝聚态物理的话 他不是我的擅长吗 我也不太清楚 我记得好像是叫做杨巴克斯特方程 杨巴克斯方程的话 就是说好像是粒子在改变量子内部状况的情况下 它可以保持其动用量 就比如说三个粒子相互碰撞 两两之间碰撞 它的碰撞顺序 并不影响最后的结果 是这个意思 已经太无理了 后来我们在数学里面学了那些霍普夫代数 有一个无限微的霍普夫代数 也被称为阳代数 他是认为这个 就所谓的杨巴斯特理论 它是一个可及系统 后来还有 当然杨老师他还培养了很多的学生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叫做张首胜 张首胜死了 2018年的时候死了 好可笑 张首胜老师他发现的理论是什么 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 就是说有些固体在没有外部磁场的作用下 它也可以产生霍尔电压的 就很神奇 希望杨老师健康长寿 因为我现在一直 刚刚才我提到张首胜老师 就忽然有点感慨了 希望杨老师健康长寿 还有这些科学家一定要保持心理健康 千万不要自杀 一定要锻炼身体 对吧 否则的话 年纪轻轻 好不能出现一个理论 还没当诺贝尔奖来着 就自杀了 多可惜啊 行吧 谢谢大家 今天祝杨老师百岁生日快乐 再见 拜拜